耳朵要不要贴这个床铺 第一个 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个距离 因为它怎么样 你是要弯腰的 那如果你贴近 这里反而不是你的空间 这里还是要有一个空间出来 你贴的太近 反而不容易做出来 应该是要有一个距离 这样 这样 因为有一个距离 你看 我就可以怎么样 压下去 如果我能站在这里 这里斜进来 我这样垂直 变成怎么样 我是斜内侧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它的位置距离应该是 你容易撕立 然后能够垂直下去 这个就对了 所以应该是要站后面一点 这里不应该靠床边 所以应该是这样 这个工具 它这一手太低了 所以它还要往上调 这样 上下夹紧 这样才标准 所以往下低就不行 正确就在中间这里 不要拿太下面 拿太下面 这里就不稳 所以刚刚这里是标准的 这里重点在这里不能太直 所以这个操作者蛮标准的 那另外这个 这里到这里上面是不动 而是用手腕的力量 所以像钟摆来回 所以 一般会犯错就是范围太小 这个太小了就不容易揉开 所以还是要有一定幅度的 注意这个手 它不是放这样 它是稍微轻轻的触摸 而不是放到头顶上 它是拿 很轻松的放着 让患者有安定感 不能大力压 压了就不舒服了 好 大家现在这样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有没有90度 还有这里有没有90度 这是第一点要注意 第二个要注意的是 轴是对肩呢 还是轴是对胸呢 如果对胸那就标准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这里侧面的姿势 这里如果是这样 有一点平的话 很显然 它那个重心不够低 那也就是它揉的是比较表层 这个揉不到深层 那如果要揉在更深层一点的时候 重心就要怎么样 低一点 好 那低一点 我们来示范 你低一点看怎么做 这个时候可能就要 弓箭步 才能够做出来 也就是前面的力量就要蹲低 那整个它屁股是怎么样 往下沉的 是这样往下沉 而不是像它刚刚这样 像刚刚这样的话 翘起来 它是力量进不去的 所以这时候是怎么样 整个沉下来 这样往下沉 这样力量就变大了 第一个弓箭步 轻触 工具拿出来掌心向上 90度 90度 然后 下去的时候 记得 身体要稍微靠 靠 靠的意思是 如果你没有靠 有时候直直的 就变 肘对肩 就错了 肘对胸 好 那如果刚刚的姿势 容易犯错 一般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 屁股上来了 那这个力量是不扎实的 所以如果你要揉到很扎实 重心势必要怎么样 往下沉 就是我刚刚讲 蹲低一点 那这样力量才能出来 好 然后第二点 第三点 越往下的时候 你的手可以把它稍微拨过来一点 那这样你的力量就怎么样 不用到这里 又更下去 这样方便于操作 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里工具都拿好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整体的姿势 它是要往下沉 而非我们一般这样 甚至有人在做这里就这样 这样是做不出来的 就是会很累 然后一般都是在用手的力量 他不懂得怎么样 这里沉下来的力量 那这样才能够做到很轻松 患者被揉的时候 也会感觉很舒服 这支撑手也有很多人放错 就是放到头顶来 这个也是有讲过 他事实上他只是轻轻的放着 做你的支撑手而已 也有支撑手放到床上 也有人这样 也有人放这样 但一般很多放这样 就这样也在做 那个是不行 那个头要把它固定 要不然你这样揉 你也觉得不稳喔 所以他这里有 让患者稳定的感觉 那揉起来也会扎实 他头不会放来放起 也有这样的固定作用 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那姿势做好了 我们的工具 第一个 手稍微轻轻扶着 然后手心向上 然后记得 这个不能翘太高 翘太高的时候 你这里90度 你势必身体要往后 才能保持90度 那这时候 头就会对着轴了 所以 他这里要放下来 那放下来 你身体就要自然往前 那往前的时候 这里轴就对胸了 所以这里要记住 轴是对胸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斜度 斜 如果你看 这个直直的 那就是用手的力量 所以一定是这样 斜斜的 然后这个又放低 然后身体往前 那靠到胸 然后保持这里的90度 还有这里的90度 那这样都做出来之后 那而且这一条线不能变 好 那这样就可以 很轻松的做出来